我們現在沒動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給大家看 我是一起來 我是鄭文治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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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度回到這個 小朋友鄭文治首席的一個現場 今天一樣是鄭文治首席 為我們各位做一些 整體系統性的教學 尤其台股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点位 我们针对个股 老实说积极性要强一点点 不能说你一档个股 当做一个存股在存 当然现在的一个高积极水位 很不适宜做这种超长期的建仓 今天我们特地来聊一下 形态学的一个部分 我看到夏老师给我的脚本 叫50万转化成人生第一个1000万 我觉得现在这种高积极水位 有1000万变成50万比较有可能 其实浩浩的讲法也没有错 就是说你如果去看指数的位置 积极很高 你会说达到13000年不对 其实证券市场在于 你针对未来它的一个走势 你可以很清楚 未来的一个涨跌的幅度 你可以预估出 非常明确的预估出 它接下来的上涨波段跟下涨幅度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你慢慢很快 50万要存成1000万 其实不难 20倍 不难 我觉得赔20倍是蛮简单的 没有 赔20倍 赔20倍很快 但是要存成1000万也不难 你只要照着整个标准的激励结构来 我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在上一集里面 有讲到一些所谓的波段权重平均 那很多好朋友听不懂 我觉得也没有错 听不懂是这样 智者的语言总是比较难理解的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我讲的这个东西在过去大家没有接触过 是 所以你真的会听不懂 因为跟你过去接受的平均线的一些理论 它截然不同 所以你很难去了解到我在说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今天也不要计算了 也不用怎么算了 我们今天用眼睛看的 所以说我也不要指标 那我今天单纯用眼睛看 在未来呢 你怎么样存到你的第一个1000万 我特别举这档股票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形态 那这档股票呢 各位请看 其实是什么个股道不是很重要 你说像这种股票难道它要一直涨涨再涨一倍吗 那我50 小老师我已经抓到第一个bug了 你知道是什么吗 您刚才说小资助用50万可以赚到1000万 刚刚20倍吗 转 纯 纯到1000万对不对 对 问题是翔硕一张股要196万 我买不起我只有50万 那我该怎么办 我们是举一个范本 就是说你可以去找类似的形态 是 那只要有出现同样的 我们叫蟹型 那今天我们特别这一集讲蟹型 不讲什么WD 头肩顶 或者是所谓的引线对冲等等 就是说因为蟹型大家很容易混淆 就是一般的 比方讲三角形 三角形形态 上升三角形 下降三角形 收链 收链三角形 就是等边三角形 或者是旗形 还有一般大家会讲到举形 感觉好复杂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叫蟹型 那大家会经常性把蟹型跟三角形 弄不清楚 所以弄不清楚 那操作就截然不同 所以我们今天讲什么叫蟹型 蟹型它主要有两种结构 一种叫上升蟹型 就画面上您所看到的 一个叫下降蟹型 好 那么蟹型呢 你这样乍看 你说这样子 这样子好像很简单 没有没有 那慢慢看 所谓的蟹型呢 你可以讲叫做 我们可以讲高跟鞋 是 厚底高跟鞋 嗯 不是 脚尖在底下的 那就变三角形 对 你把它想成是厚底高跟鞋 那个形态就叫蟹型 是 好 所以你静静看这两个形态 我们讲上升三角形到收敛到尾端 它是怎么讲的 它是看涨 对 上升三角形尾端看涨 下降三角形 这是一个平台 这下降三角形是看跌 所以各位请看 它刚好是反向 蟹型跟三角形是反向的 就是说对未来的走势的看法 是刚好180度不同 所以各位请看 上升蟹型代表怎么样 代表接下来 它一定会有一波的跌幅 不是短线跌幅 是一定会有一波跌幅 那这个跌幅会等同 它的一个涨幅 嗯 所以你可以 这样子我们讲为什么蠢 你可以赚到每一段 每一段 每一段 它会怎么样 等幅 就是 这个上升蟹型涨了多少 它的修正 一定会大于这个等幅 或等于这个等幅 好 那么下降蟹型也一样 一档个股形成下降蟹型 它一旦出现翻转 它在告诉你 这个下降修正了多少 它接下来这个上涨幅度 会等于或大于 就是它最起码会等于 是 这个修正幅度 所以呢 你可不可以每一段 每一段 去把它存好存满 不需要说我今天 很多朋友就说 你可以告诉我一档标股 那我买进去它涨十倍 对不对 那现阶段 因为来到这个位阶很难 为什么 当你看到台股已经开始转向一些低价股 我们讲铜板股 水脚股 开始在表现很强悍 那其实它相对的 那风险也比较高 是 因为如果说还是都是高价股 我有感觉 其实尤其是7月份这些高价股 就有一点偏这种上升蟹型 而我们现在这些航运股 相较铜板股的 已经偏向这种下降蟹型 对对对对 准备要进行大幅度的反弹 对所以它整个类股在做转换的嘛 就是说之前涨幅比较大的 比较强悍的这些大型股 或高价股 它就比较总是没有那么强 那反倒是比较 过去大家比较没有关注的低价股 那近期表现特别强悍 所以整体上你在面对台北股市 跟各位分享 你可以用看的 我们今天也不要指标 不要怎么去算 就看这个蟹型 那我认为呢 你最起码可以抓到 每一个波段未来的一个涨跌重 夏老师 我会觉得说 从这个观感感觉上来看的话 你看上升蟹型 我们就把这两条蟹型的线拿掉 你会觉得对啊 这个股价就是持续在上涨啊 而且是投过投 底底过投投过 对对对 照理来讲是一个相较是一个 多头市场的一个股票啊 那为什么反而在一个上升蟹型的尾端的时候 它就要一路向下了 那个原因 那个初始点是什么 一个各位人要静静看那个A 我们先看A好了 A你如果单纯只看这个蟹型 它是不是高点越来越高 是 那低点也越来越高 可是它形成蟹型不是三角形的关键在于 它虽然在做 它是同时在受狩猎 但是你要看它的最左侧 最左侧代表什么 它是从高档修正下来 是 然后走一个蟹型 那代表这个怎么样 这个在做逃命 所谓的上升蟹型一般来讲 就一档个股 它会形成一个逃命结构 是 那往往最佳的典范 它就会用上升蟹型的模式 让操作者 你忽略了 你忽略其实它是在做逃命波 是 所以它会以上升蟹型的结构 那下降蟹型经常出现在底部的翻转 它在洗盘 是 它会觉得高点越来越低 是 对不对 低点也越来越低 会怕散户扫出这个盘 扫出这个市场 它是 对 我们可以讲说 它 它要把这些 作为这些筹码 比较不稳定的 它要把它洗盘出上 它一般就会利用什么 所谓的 下降蟹型 所以各位您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非常的标准 我为什么特别举这一张 因为呢 它是不是第一个你看左侧 是 这个叫下降蟹型 对 右侧是上升蟹型 可是这个右侧的上升蟹型 是不是从高点下来出现上升蟹型 所以它这个逃命嘛 那个初始点到底是从上面下来 下面上去很重要 应该嘛 它就很标准嘛 这个上升蟹型往往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出现从高点回档 它出现上升蟹型 这个是个逃命 它是个逃命 那关键在于 好它是个逃命 我该什么时候进场 叫一嘛 第二个我进场后我要赢多少 不是 我们经常讲就是说 股票不就几个东西吗 第一个什么时候要涨 然后再来呢 要涨多久 就是它的时间要涨多久 第三要涨多少 价格 你只要能够把握这三个 一定可以50万存成1000万 不过我们从这个上升蟹型 或者说我们先从最开始的 下降的一个蟹型 我们开始要开始进行蟹型的突破的时候 我当然要进场了 对 可是我进行进场之后 我对于自己的停力点 或者我预期的报酬 我应该怎么来抓 好我们静静看这张图 各位 我怕各位 来 你要静静看 我们先看左侧 左侧是不是一个下降蟹型 我们讲过 下降蟹型 当它形成突破 代表怎么样 你下降蟹型修正了多少幅度 从突破点开始起算 会等幅 最少等幅 不能说等于等幅 是最少有等幅的上涨空间 您讲的这个等幅 是跌幅的等幅 还是说点位的等幅 跌幅 跌幅 跌幅从最高点到最低点 举例我们看下降蟹型 它从1800 你也可以看成18块 跌到15块 或1800到1500 都OK的 都一样 它从1800到1500 不就300 对 可是它的突破点是不是在1650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在1650做进场 对 你不可能在1650以下 1650以下 它还在这个蟹型的行进过程 等待突破 对不对 你一定要等它突破 好 所以你在1650进场之后 你到底什么时候该走 我们讲 第一个是什么时候该买 好 它告诉你突破该买 第二个是什么 它要涨多久 也就是说它的价格要涨多少 它告诉你1800到1500 跌掉300 所以它最少会涨300 最少会涨300 那你已经知道 第一个我知道时间进场点 第一个我知道它要涨到我的目标价 对 你的目标价1650加300 不就1950 可是小老师 那是涨到300 我就走了吗 还是说如果它涨不太猛 超过300 我还是可以虚报呢 一般 一般 绝对要虚报 我举例我们看这一档个股 你是不是在1650买 对不对 你的满足在1950 对 可是它最高到1960 然后它就翻转下来了 是 但是你说那我怎么知道1950 万一它又涨呢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 第一个因为现在泄行一定会有等幅 对 那既然一定有等幅 我1650进场之后 这个等幅就1950 我是心里面就画了一条1950 对 它只要继续涨我就继续报 对 可是它只要来破这个1950 哦 就是我的容忍点 这叫移动式停力 对 你不能跌破我这个容忍点 是 因为我的容忍点就是 至少赚300 对 你的下降蟹型是300 所以我一定要赚你300 是 你只要少于300 我就走了 那我们上升蟹型 一样的方式都等 一样 举例 好 我们来看 我们刚刚讲的上升蟹型 下降蟹型 对 我们看上升蟹型 从1600 上升蟹型一定会 大部分的情况 绝对会发生在从高点下来 它出现逃命的上升蟹型 是 它让你忽略它要跌了 就是我低点越来越高 是 我高点也越来越高 所以你会站在买方 所以往往就会中伤 所以我们来看 它从高点下来 接下来是从1600块开始 形成一个上升蟹型的形态 对 是不是在1750 形成跌破 对 好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在1750这边做空 对 我空了之后 我要赶快去算 1600到1850 是不是涨了200 这要跟官编友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虽然上面有一个大图写1850 那是最高价 那是它的高点位阶 但是当它正式突破上升蟹型的时候 是1750块的时候 对 你一定要等它跌破或突破 好 所以当它跌破 你要先去看 这个上升蟹型走了多久 走了多远 它从1600走到1850 所以走了250 对 那因为一定会等幅 或者大于等幅 等幅或大于等幅 好 所以最少是250 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 你是从1750开始进场 看一下空 1750减掉250 是不是1500 对 可是它不是到1500 它是来到1375 对 那假设它1375继续跌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1750空了之后 你的底线抓出来 1500 250点 250块 就是你如果回来1500 那我就 我就走了 我的空单我就平了 那如果向下 那我就继续报 我就继续报 就是这样子 报到两倍的等幅 是吧 那我要报到什么时候 其实那是另外一种算法 OK 那我们今天理论上 我的算法会 我会利用所谓的高低点 抓出反转的重金值 所以一般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形态里面的蟹型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如果就要讲说后来的延伸波 那是在另外一个课程 不过小老师这样子讲的话 其实不管是蟹型 或者说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三角 其实整体不管是个股单日的一个涨跌 其实就没那么重要 因为你只要把整体的最高点最低点画出来 是一个上升蟹型 是一个下降蟹型 就可以了 对对 那因为形态主要分成三类 一个叫大型态 举例大家你经常去看的 很多分析师跟各位分享 像头肩底 头肩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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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M头 W D 好复杂 这个叫大型态 那么短型态是什么 最短的就一根K棒 一根K棒就短型态 就最短的 我只看一根 那接下来两根合并三根 那至于像蟹型三角形 这种叫中型态 那中型态呢 在行径过程 红K棒 黑K棒 重要性不高 就是 他今天是红K 今天是黑K 其实 对他整个未来的影响不高 所以举例 我们可不可以把颜色拿掉之后 各位这张图 我是不是把红K跟黑K 全部拿掉了 不需要 因为它不重要 所以你看 1 是不是一个下降蟹型 所以代表他未来一定会有等幅的上涨幅度 2 叫上升蟹型 一定会同步大于或等于这个上涨的幅度 1.5 再来你看那个ABC A A 是不是一个高点 对不对 B也是一个高点 B最高 那C最低 所以这里是一个什么形态 ABC 是不是一个头肩顶 是 这叫头肩顶 那这标准的头肩顶 这就是标准头肩顶 为什么叫标准 因为C要低于A 如果C高于A 你还不能讲它是头肩顶 它有可能形成短幅度的反转 可是如果这个C的高点 低于A的高点 它没有办法过A 它就是一个标准头肩顶 上面一属 就是说 它在A这个点 让你套了一次 B 在B这个点又套了一次 C我出现逃命 可是这个逃命呢 不会让你解套 我不让你A跟B的人解套 所以C一定低于A跟B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空方形态 所以那反过来 你把它整个翻过来 我们讲印象图 你把它整个翻过来 就变成头肩底 所以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这种形态的一个观察 就是 其实我会觉得 形态学 有一个更深的意涵 是你了解 我们不能讲 讲筹码就复杂 就是了解 大部分人都被套在哪里 你就很清楚 就知道 那主力是不会做到 那样的一个价位 对 所以从形态学的一个角度 其实萧老师 有更多的一个解释方式 供各位来所参考 那光评如果有任何的兴趣 当然直接加入萧老师 Telegram Lineat 直接来询问萧老师 更快 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习的 其他关于技术指标的知识 也随时欢迎你 来参与萧老师的一个 Lineat 或者Telegram 我觉得最后最后的一个重点是 技术指标 简单来讲 它是一个过去统计学的一个概念 但这种统计学 其实很容易 尤其我觉得在台股市场特别 美股我还是觉得不一定 但我觉得台股市场相较 相信这种技术的惯性的 投资者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吧 对 因为台北股是必进 我们观察 我们如果 你我们跟陆股做比对 是 我们领先陆股 就是整体我们台湾全体投资人 我们领先大陆应该10到15年 就是说一般大家的技术分析的一些层次 台湾散户的技术分析蛮强的 真的很强的 每一位你到大陆应该都可以变成分析师 我的感受是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就是对于一种 心理效应的一个预期 当然观众朋友有任何的想法 所以是欢迎我们台股达人秀 持续的来为各位做一些 技术分析的教学课程 感谢老师之前的参与 感谢各位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感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加分享